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非战为您带来的英雄联盟首游rank对决的实况 对人解说这场比赛发生在去年的11月30号 这场比赛的段位之间是傲视松势 看一下中方精彩的决 中方这个阵容看一下左边蓝色方这纯纯的菜刀队 虽然EZ有点魔法伤害但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那看一下这边红色方这个阵容我就比较喜欢了 卡莎中后期鳄鱼前中西小鱼也是前中西 这个前中西中后期都有保障 还有个洛的开团非常强势 反观蓝色方就是对吧 这边看一下吧 中路是截打小鱼人 上路是7-0打鳄鱼 然后对位打也是南枪对上皇子 皇子前期刷野会比较伤一些 但是并不耽误 毕竟红色方的这边中也很强势 来这边看一下洛直接抬 下路直接对拼 一个EZ说白了 这个伤害不稳定 鳄鱼红弩Q挂一下 上路对拼前期鳄鱼还是不虚的 卡了二席直接W晕住 政府者还在叠 你还敢跟我拼吗 赶紧交出闪现 青钢上头了 这个鳄鱼细节做的特别好 推线比较快一些 所以说这个等级是领先 来看一下这波Q勾中 一技能挂回来 若反向盛大登场去抬起来的是 没有换掉 反正这边很伤 卡卡点出一个被动 哇 下路对拼 巨伤还追 南枪过来支援一下 看一下只能交出闪现 但这边真的能跑吗 有红buff呦 直接一枪 还好有W可以接受 皇子一看到你这个南枪在下半野区动了 我就直接来入侵的野区 因为很明显嘛 你才几级 才三级 对吧 你身上又没有蓝buff 那你家的蓝交给我了 南枪这边如果说有洞察力的话 应该也会直接去反掉 皇子的蓝 果不其然 在入侵野区了 手放互换一波蓝buff 但对南枪来说很舒服 对不对 咱家下路节奏有了 反观皇子这边的话 上路很难去gank的 蓝猪过来配合一波 收一下蓝buff 看一下这边反包围 感觉红色方下转阻有点问题 这两个AD辅助全没有闪现 再看一下上路这一波 闪现拉开距离 身上隐然 小心一些 上去混一个助攻可以接受 下路的话对拼已经出结果了 但这边杰过来想收一下残血 杰是有大的 5级 直接W EQ 看一下这边 带走了 闪现拉开距离 但这小一人也是过来收一下 但是 R技能又回胜 漂亮 小一能不能收掉它是个问题 有大的 看到了 大招直接给弹中了 那手W还没过去 哇 好气呀 看一下下路 走位扭一下大招 但是这个 哦 闪现骨瓶 哎 这边 好 极限换了 卡卡已经 做得很极限了 AQ直接 把伤害拉满 即使被这个烟雾弹制芒了 也不耽误啊 也不制芒就进手 智能A到人的 只不过 看着视野会 很大幅度的缩小 看一下 守方打野 前期的动向 基本是决定了 线上 打架的 情况 对吧 毫无疑问 这个蓝色方下 双人组是 占到便宜了的 鳄鱼这边 啊 优势并不是特别大 看一下皇子来到下路 要做一波反蹲 因为你前期 竟抓我下路了 对不对 我必须要防一手 啊 他塞的也不错啊 这边南枪也在下半野区 但是好像并不用来干客的意思 这边看一下 ADC过去卖卖狗计划开始了 皇子直接EQ20击飞起来 南枪姗姗姗来迟 W 因为央雾弹放的不错 但正面没有ADC的输出 感觉打不了了 南枪你还要打吗 大招迎娇的情况下 再往前顶 很容易被秒杀啊 总为扭个W 后期的话 双方中单都来支援 啊 W躲一下E技能 但是这边看一下 小鱼人应该是走不掉的啊 哦呀 这个皇子也是葫芦啊 舅爷爷啊 上头了呀哥 啊 这边闪现强流 难受 这边红色方下转组 呃 这个辅助没毛病啊 辅助他知道 对吧 这一波肯定是要死一个的 自己如果不死 很有可能两个人都要被留下 所以说果断回头留住啊 卖自己 保下ADC 看一下这边上路 啊 闪现过来 哇 刚才这个 哦 这个上路双人组 真是 互换啊 但是蓝色方青青 的兵线更赚一些啊 是回推兵线 很气很气啊 这一波 可能是鳄鱼 第一时间没技能啊 哎 大招交掉 W过去 一 哎 闪现拉开距离啊 小鱼人的异技呢 古灵精怪 还是比较 怎么说呢 这个技能可以说非常优秀的啊 有伤害 还能躲控制 还有位移 对吧 想逃命 想追击 还能过墙 很舒服 看一下这边 红色方直接动了上路的 大螃蟹啊 峡谷先锋 皇子拿到的话 看一下推哪路吧 手游端的这个防御塔啊 它并不像端游 端游到14分钟以后 那个渡腾都会消失啊 手游的话 它一直在 只不过有一塔 拿钱更多一些啊 看一下这边 解过来支援 哎呦 W二段过来A一刀 但是并没有触发这个被动的鬼斩啊 所以说没有附带魔法伤害 也没有到这下线 这边看一下上中野的联动 3V3 但是皇子直接跑路了 皇子一走 这两个人基本就死透了啊 小鱼人 哎 把结带了回来 很调皮 皇子塔A一刀 小鱼人想跑 但这个距离 结上头了 大刀直接盖 啊 天王盖地虎 但这边小鱼人没有位移技能 E技能在CD 好 CD好了 直接带走 啊 让你敢追我 小鱼人是很难追的哟 但这边啊 辅助过来了 很难受 二段E过来 晕住哦 皇子走不掉了啊 控制太多 而且这个控制不是一个水银就能解决的啊 它是combo 看一下这边双方AD互换鞋啊 红色方想利用你上路 蓝色方啊 四人集结的空挡去推下下路塔啊 但是明显EZ呢 比较顽强 姐已经到下路了 这边好像要出问题 红色方的事也发现了 但是落上头了 直接没有看地图吗 这是什么情况 嗯 卡莎过来接一手落 但是感觉要被越了呀 赶紧走 赶紧走 可以 卡莎这个嗅觉还是非常灵敏的 哎 很难受 随时游起来了呀 一技能躲一下勾 可以理解 这边小鱼人想拿个蓝buff也是不给 上路基本还是误开的局势 但青钢瘾这边支援能力 毫无疑问是更强的 看一下下半野区 卡莎这个位置不是特别好 在塔下四包一 落看一下想救场 王子EQ干的不错 卡莎直接大招 这个猎手本能啊 去离开了对手的包围圈 那这样的话 红色方四散而逃 哎呀很难受啊 我这个杰操作非常秀啊 这边看一下小鱼人杰杀 有红buff的走不掉啊 双方中单 各来一波 双杀啊 上路越塔失败 有红怒的哦 这时候鳄鱼最好不要去搞事 哎 青钢瘾也是放他走啊 这个红怒鳄鱼还是要留一头 在塔下如果敢越的话 肯定会被反秒的啊 鳄鱼只要看你有一技能的动作 直接就放W啊 即使你晕住我的呢 我红怒W也A出去了啊 无所谓 把W就换嘛 哎看一下 卡莎这个下路专组 出乎意料的被动啊 呃 可能也是因为 这个红色方的打野皇子前期 没有给下路做功课啊 下路的确比较被动 而南枪还有中路的杰 一直在照顾蓝色方的下路啊 因为火龙很难争夺的 我感觉 说实话 这个中路杰单杀啊 这个秒人能力太强了 看一下 这边最远距离的 小鱼人大烧 被鱼了 直接带走 辅助直接被秒的情况下 这个火龙要放吗 好像不想放 但这边直接一个W配合R技能 也是没有强调这个火龙 啊 皇子这边 惩戒放的狠死 但这边看一下 一人过墙 但是真的能走吗 皇子这个大招盖的不错 把青岸也留在大招里面 但是这个小鱼人好像迷路了 想过墙又没走 昙显着他能做什么 双 双翼直接追加 啊 又一个Q节逃过来 反手一个W直接A掉这个鞋 好秀的小鱼 是个小鱼在战场里 七进七出 好似长 这个什么 赵子龙啊 太强了 对吧 神赵云 在旁边残血 但他没走 没有选择直接跑 而是在等CD 也是通过一个残血勾引对手 结果然上当了 肉到嘴边凭啥不吃 但是好像被饭吃了 饭猪吃老虎 这一手是拿捏了 这边上路也是拿下来 这个霞虎 啊 这种霞虎行方 竟然直接被Z抢到了 这个操作我服了呀 遗憾至于初春 可以啊 春天来的是吧 这边看一下 鳄鱼双段一滑走 怎么说 这不会因为一个石架虫 还要爆发一波人头吧 算了算了 让了让了 无所谓 结也到了 这个位置 鳄鱼虽然是红怒 但是想越他 结还是可以做得到的啊 结这手影子 来看一下 这边鳄鱼直接开大 啊 这个锤石直接被秒了 卡莎就在附近 这边先倒一人的情况下 这个阵情非常的散 已然直接也把这个 结给烫死了 这边大招定住以后 青岸影直接反扣一下 皇子 皇子直接拉 但皇 应该是烫死了啊 果不血 啊 这个青岸影的等级 还是特别高的 是关键时刻呀 这阵型散了啊 这多打少不说 第一时间被秒了 随时第一时间 在后排打的全部的控制 但是 蓝色皇并没有谁 能跟进伤害啊 EZ他并不像卡莎 对不对 卡莎的爆发呀 都很强 但EZ 他胜在手长 胜在poke 胜在这个 调整输输位置 在这个混战中 找到输出空间 但并不像卡莎那种的 对吧 特别直接啊 所以说 海兽在龙坑啊 那种狭隘的地方 给EZ去 Q poke对手的血量 这个团才好奇啊 但手游嘛 大家理解 对吧 大家玩手游的都懂 啊 你要有枪开手段的话 那是很爽的 毕竟手游并不能像 端游那样 对吧 手到齐来 很多时候闪现 即是反应过来的 但是手慢了啊 你要是直接按闪的话 他就不知道 闪到哪里去了 你还要闪定方向 就很难受 这边看一下 闪现直接把 逼了出来 这边守一下上路 看一下 哦 皇子大招盖的不错 但是这个位置 真的能拦住吗 哇 好凶 我的天 这红色帮 皇子EQ 哇 这什么东西 这可是宗师洗剧兄弟 不能这么搞 哈哈 这皇子好像上头了啊 闪现EQ 对吧 庆祝一下 还真的是EQ啊 不是EQ二连 这EZ好像并不能做什么事情 啊 除了兵权 但是好像 W定住了 啊 不是 W打中了 怎么说 要越吗 这个小龙 还有30秒刷新 西管影在下路单带 那这样的话 红色方 直接要上高了呀 你还不回家吗 你凭什么继续带呀 上路 看一下二塔 要拔一层镀层啊 这个青鸡 你还带吗 他刚才带线 其实没有任何意义 也推不到下路啊 那直接 啊 这个火龙应该 这个土龙应该是能收掉啊 南枪过来 先叹一下视野 红色方 打算先回家 然后再来 争夺这条土龙 但是 南枪敢直接打 你胆子为什么这么大 小羽人直接QW上去 一技能落下来 皇子直接 一Q二连大招 直接给卡莎到场了 卡莎要收割了 闪线都交得出来 但是你能跑吗 这个位置看一下 小羽人一技能过枪 直接QW 啊 卡莎一过来 武杀 这个小羽人 太狠了 斗宗强者恐怖如斯 你能跑吗 我让你跑 这个杰 啊 现在是鬼刀状态啊 这个鬼刀在手游里呢 他就类似被动一样 你只要脱战的情况下 他能触发很长的时间啊 看一下在这里回程能不能发现呢 好像错失五杀啊 这个杰的逃命能力还是太强了 上野直接开大楼啊 那个小羽人过来支援一手 打野的状态并不是特别好 往后撤一撤这个位置看一下 蓝色方并没有能争夺的资本 打得还是比较快的啊 而且红色方这边五个人都是活着的状态 五个大龙buff到手 局势好像有点一边倒的节奏了呀 这经济差已经来到了7000啊 那有大龙buff的加持 杰的单带或者清单勇的单带 会很受欠制啊 这边也只能说啊 蓝色方这位阵容 不单单是菜刀队的问题啊 单带点太多了 对吧 打团英雄比较少 有一说一啊 对吧 打团英雄实在太少 你像红色方是吧 这边基本都是打团英雄啊 看一下直接中路三人啊 131的推进手段 通路没有高地塔 所以说啊 给一波压力 让上路鳄鱼去带一带啊 把这个上路二塔给带掉 清刚颖在断平线啊 这里的话应该是要怎么说 红色方这五人马上要集结啊 清刚颖再不回来的话 虽然能威胁到红色方的下路高地 但是这波团一旦开起来 就要被一波了啊 红色方如果抓到这波人数差的话 一波团开起来 直接就能一波结束比赛啊 所以清刚颖必须要回防 不着急 清刚颖你还要带吗 就是要带 看一下红色方怎么选择 是直接开团 还是说回家守一下 啊 恶于回家防守了 看来还是选择比较稳俗的打法 看一下这边 洛奇奇大招开起来 大不了胜大的增长 开了一个垂石 垂石虽然很绕 但是没有秒掉 可惜我以为 什么情况 反向闪现的卡莎 卡莎出问题了 为什么要反向闪现 但是问题并不是很大 对手并没有抓到机会 去秒了对 秒了卡莎 EZ的大招也是没有刮掉 任何一个人啊 双方打了一个照面 都是状态不特别好 但这个节有大招 好像并不想让对手 直接离开的样子 来看一下这边 小一人呢 这个装备 直接出了锁子甲 鳄鱼来了 姗姗来迟 这红色帮开团不够果断 说一说一说一啊 刚才其实红色帮 可以直接利用 这个蓝色帮 青蛙颖在外 单单的这一点 去多打少 五打四 直接可以一波 结束比赛的 但是好像怕失误 鳄鱼直接开大伞怒 这个位置啊 想跑 逼出 这个节的技能 那节这一段时间 是没有什么威慑力的 大招直接给到洛 想秒洛 但洛是很肉 但是还是炸死了 这位置 哦哇 直接大招盖住两个 那这个EZ交涉 一技能以后 应该是跑不掉了 但是没有多余的 最佳手段 好 青刚银 两段一逃走 但是这个复活价 已经打了出来 小一人用一技能 躲开防御塔的仇恨 闪现过来 躲掉这个外圈 W 血残了 鳄鱼赶紧往后拉 但是还是被这个 二段W过来的节 一技能收掉 这个位置看一下 平A 被动一丝血 这个节要收割了呀 这么打的话 有点乱 这个团战有点乱 灭回鬼斩 这个被动平A没有A出来 还可以接受 那这波的话 下路高低应该破掉 上路也可以带一波 好像不打算带了 直接打算回 这个大龙马上10秒就复活 小龙也在 双方打了一波 非常混乱的团战 毕竟是rank局 它并不是 战队之间的比赛 所以说配合 肯定会出现一定的瑕疵 这边看一下 大野过来 其实赶紧过来 看一下这个 红色方大野的位置 被发现了 接好像直接秒吗 这波如果呢 好像没有那么做 我以为他要直接秒 这个 皇子 也是担心后面有人 看一下 这个水龙魂一旦拿下的话 对吧 你EC的poke就没什么用了呀 我能跟你耗得起的呀 对不对 看一下 这边鳄鱼直接墙开 上中两个人直接顶着 对于三个人打 哇 这个南枪好像并没有打动对手 但这个结果来 WR EQ 直接把这个鳄鱼 好吧 只打出了复活甲 看来很稳健 红色方基本人手都有护甲 那面对蓝色方这种菜刀队阵中 可以说人肉 柔刃有余啊 柔刃有余 基本是没有什么喜 你打不动我 对不对 而且我团战容错率极高 蓝色方拒绝投降 上路青钢瘾 一直在等待 这等待点 其实并不是 很重要 说的话并不是很重要 对不对 这波你再不回 好 大招定住 哎 水银解下减速 但这个位置 差点被秒了 依然套在身上 啊 直接被一波结束比赛了呀 这青钢瘾刀死都没有回家 回防一下 我们看一下双方的数据啊 青钢瘾参团了吗 好情并没有啊 我们看一下 哎 小鱼人21缸 2缸4的数据 我的天老爷 这是什么小鱼人啊 王者鱼人吗 并不是很清楚啊 看一下这边打出了4万的输出啊 那大家先有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太狠了